好 謝謝 麻煩請衛福部 衛福部的陳部長 還有教育部的潘部長 教育部的潘部長 兩位請 曾委員早 部長早 我來先請教育部潘部長 今天 部長好 今天媒體報導 說有中國大陸的駭客 駭入台大醫院的資料庫 拿走蔡英文總統跟柯文哲市長的病例 到底有沒有這回事 跟委員報告我還沒有獲得這個資訊 是 你趕快去查 好 今天的週刊 有獎 那 請教 你不知道是不是 目前為止我還沒得到訊息 那假設 有這個情況 未來怎麼防範 跟委員報告 因為資安的這部分的問題 其實大家目前都很重視 包含之前 有因為某部分的一些平台的軟體 那行政院也都跨部會的去做這方面做提醒 那因為 這個個案如果屬實 一定要去查證 是從怎麼樣的一個管道 我想教育部也會跟台大這邊 來共同做一個會商 好 衛福部 陳部部長 你自發這個情況 就當然有病例外流的情況我是不了解 不過剛才我們疾管署上 剛才有外人冒用我們疾管署的名稱在國外註冊 但是因為他沒有密碼 所以沒有辦法滲透我們的這樣諮詢系統 好 希望潘部長還有陳部長回去趕快查證這類事情 所以有中國大陸駭客駭入台大醫院的資料庫 拿走了蔡總統跟柯文哲的病例 但是初步的了解是同名同姓 真正蔡英文總統跟柯文哲市長的病例 沒被拿走 但是拿走是同名同姓的 好 那潘部長先回去 我要請教陳部長 國內的疫情的防疫做得相當好 但是國內的疫情或者經濟的紓困振興 容然會受到國外疫情的重大影響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全球的確診人數 還有死亡人數還是持續創新高 我要請教部長的是 國外的疫情整體來看 轉折點 我說轉折點 會落在 以你的專頁來看 會落在五月 六月 或者是目前根本還看不到鏡頭 情況不清楚 請教部長 我覺得國外的疫情 可能都還沒有到一個平穩的階段 實際上疫情預測在裡面 漸趨平緩 不過也還沒再平緩 我們看看死亡率 現在全世界我們的確診人數 昨天就破300萬 那死亡人數破21萬 官家說死亡率已經達到7% 比以前的從4% 5%多 6%多 到現在正式達到7% 那死亡人數持續在增加 他表示這醫療的體系 仍然沒有辦法穩定 所以我認為這疫情還需要 還會延緩一段時間 所以目前還看不到轉折點 看不到高峰什麼時候 對不對 好 謝謝 另外請教部長 日本禁止外籍人數到日本去 他也就是日本禁止外國人士入境 他延到5月底 請問我們禁止外國人士 來台議估會延續到什麼時候 我們也在研議相關是必要的商業行為 以前的經貿關係等等的 這些經貿關係的重要的來往的 我們可能會先放寬 但是要有一定的一個防疫的準備 那您要不要放寬外籍人數入境 主要是考量哪些條件 當然是國外的涉行率比台灣要高 所以那個風險相對的比較高 但是我們也注意到台灣是一個貿易的國家 所以重要經貿的往來可能有其必要 所以在怎麼樣的一個適當的防護之下 能夠讓這樣的一個 國際的經貿的活動能夠開始 這是我們現在在努力的一個目標 好 謝謝 謝謝陳部長 下個請您先請回去 勞工部許部長跟財政部蘇部長 蘇部長 兩位長官請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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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多人 那請教部長 失業底會不會超過兩萬人 不無可能 好另外請教您 目前領失業救濟金的人數有多少 失業救濟金的人數 報告委員這個部分我可能要再查一下 時間可不可以暫停 請同仁趕快 失業幾分前 有沒有 我這邊有 大概有三萬 三萬一 三萬一千人 那有沒有創歷史新高 沒有 那最高的歷史紀錄是多少 報告委員那個是金融海嘯期間最多 那時候大概有六十三萬人失業 所以領失業救濟金 到現在還只有三萬多人 三萬多人 好謝謝 謝謝部長你就先請回去 好 來請教蘇部長 蘇部長 外界一直在 反應一件事情 就是公營銀行的紓困貸款 看得到吃不到 那你怎麼樣 讓這些的手續 能夠更簡化 能夠更快一點 各位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這個央行推出的ABC方案裡面 C方案五十萬的這個部分 事實上我們已經簡化的非常簡化 那檢疫申請表裡面 它只要有稅及當季 基本上它就可以得到分數 那它是不是要繼續營業 營業狀況它只要確決說 它要繼續營業 一樣它可以得到 不用相關的那個 那另外一點 最重要的就是它聯盟中心的 它過去的信用盒的部分 那是最主要的一個部分 那基本上這個已經是 跨部會 學商認定可以的 包含經濟部 我們還有金管會跟央行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簡化的一個申請表 目前為止 這個是已經相當簡化 那如果A方案跟B方案 因為它是比較 會計比較賤錢的 它可能還有一些所謂401 或相關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的話 基本上就是 我們只要針對 小規模營業人 這些部分來進行 好 希望 換工股銀行做這些紓困貸款 振興貸款能夠快一點 希望讓中小企業還有民眾 看得到也吃得到 來 下一個請經濟部 省部長跟交通部次長 省部長交通部的法務次長 兩位長官請 會員好 部長好 是 這是一張表 對企業的紓困貸款 經濟部跟交通部是不同調 員工的部分 交通部是減薪未達兩成 那經濟部是不減薪 而且經濟部早期也是減薪未達兩成 就可以對他員工進行紓困 那為什麼經濟部調整這麼一個標準 部長你的理由是什麼 這個跟委員報告 剛開始呢 我們也跟產業界談 那到最後談完以後 產業界認為現在當下 我們的這個 員工薪資的補貼 營運費用的補貼 他們認為這樣的話 他們也感受到政府的誠意 所以我們跟產業界談完以後 產業界他們認為不減薪 然後不放勞工的這一個 所謂的勞工的這一個 那個無薪價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把它呢 產業界有這樣響應 我們就把它拿掉 交通部 市長 要不要跟進 謝謝委員 我們雖然一開始有這樣的一個規範 但實務上 我們都是跟所有來申請的企業 跟他們商量 還是以不減薪為原則在辦理 所以目前所有申請核定的案子 這些相關的公司行號 也都沒有減薪的計畫 好 那你標準要不要改為跟經濟部完全一樣 我們這個可以來調整 我們來調整一次 事實上 實務上目前的做法也是一樣的 好 謝謝 好 謝謝 下一位請 林德福委員之詢請